喂,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11月5号 这回不用纠结调整周期,上升周期 今天创新高,收盘价格和最高价格都创的新高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代表10月18号以来这段时间都是上升周期 都是上升周期 这个咱们也考虑到这一点,是吧 我说我们也得考虑到这个底部逐渐抬高的这种走势 对吧,低点逐渐太高,这种走势 然后呢,这个我们本来在这满仓了 在这满仓了,这就直接八成仓,这就满仓 然后呢,这个地方防了一下ABC 那不走ABC了吗,所以端化消失就买回呗 这一波其实我们已经考虑到它有可能比较强 所以按理说应该卖四成仓的,我们就卖了两成 大部分还是重仓的,还是重仓 然后呢,这个如果端化消失就买回 端化大概率一小时 端化大概率一小时啊 请看第二张图 这个量化标准的是3355 90分钟不用做啊 我说这个做一下分钟线 就是60分钟,3355 明天第一个小时只有低于3355点 还会不小时 它不见得有新的结构,对吧 不见得有新的结构 3355点啊 那这个要求低一个小时 第一个小时啊 今天是3386点 差了31个点 那要求第一个小时就跌1% 这难度还是挺大的啊 所以大概率就是消失了 做好买回准备 当然你这个90分钟我们也看到了 大家看这张图 忧 反错图了,稍等一下 好,大家看图 90分钟也有 也有动画 但是在60分钟形成顶部结构的时候 当时是没有90分钟动画的 这个地方它是有60分钟顶部结构的 但是没有90分钟 你看90分钟什么也没有 如果两个都有 是另外一回事 90分钟当时没有 所以60分钟在形成结构的时候 纠测标准是不会考虑90分钟的 所以动画消失 60分钟动画消失就买回 60分钟动画消失就买回 90分钟结构形成有可能再卖出 但是目前来看呢 90分钟大概率也是消失 目前来看啊 90分钟大概率也是消失 好吧 做的够直接明朗清晰了吗 有不懂的吗 不懂可以问 明天第一个小时啊 大概率80% 10点30分左右买回 大概率80% 除非第一个小时跌了1%以上 除非啊 其实这种走势吧 也能理解啊 也能理解 大家看这个第一张图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注意啊 我们加10成长的时候 就考虑到后低点逐渐抬高 会有低点 但是逐渐总是在抬高 不断的抬高 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的答应 刚才我是关卖了吗 好的啊 好的 然后呢 这个 其实我们说不管是走ABC还是走三角形 后面都结束了之后呢 这个 因为三浪还是在过程中嘛 还应该是继续上升 目前来讲呢 就是说这个 从操作的角度来讲 我们就按规则做就行了 不要自己觉得就怎样做 你像今天 今天有人就想买回 因为今天买回比明天买回的位置要低一点 可是你今天买回到底为啥呢 我问他有什么理由呢 他说什么收益大于风险 我说你有什么标准 你连标准都没有 你的收益大于风险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 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你得出一个结论 一定是基于某一套标准 但是连标准都没有 那你怎么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呢 感觉啊 所以呢 这个60分钟动化消失 不要考虑90分钟 90分钟结构形成再说 但是90分钟目前来看呢 大概率也是动化消失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日线啊 这个日线呢 还有100点 日线可能会有动化 100点啊 就是他按收盘价格算 所以他不是 他不是看这个最高价格 他只需要超过这个价格就行 这个价格应该是3400 3400磅 还有100点啊 今天3300磅 是吧 还有100点 不到100点 3386 那如果到这的话呢 可能会有日线的点不动化 会120分钟的 但是呢 即便如此 是吧 我们认为可能 就是因为他过这个收盘价格最高 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天两天 稍等啊 有个电话 好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标准就是大盘不按常理出牌 哪个哪个地方不按常理出牌了 今天涨了就不按常理出牌了 这太正常不过了 是吧 这种走势也许就是常理 看样子外面问老师的也多 电话不断是不是 都蒙圈 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有一定的交易定理 这个底部我们是看大周期上涨的 大周期上涨的 所以这里只是上涨的初期 你就算创11之后的这个新高 它也是初期 耐心点吧 耐心点吧 就是我们不需要冲动啊 有必要冲动吗 每次有冲动的时候 就听一遍老师的课 我们不需要冲动啊 这跟这个十一节前的那个行情 不一样是吧 十一节前的行情呢 就是跳功高开 然后高走 就是很 很少见 我们不能说它不正常 那也是正常的 就是很少见 那这里来讲呢 就是走的还是很连续的 很连续的 我们防ABC 它不走ABC 你就是说行情走的不正常 这啥逻辑 我要认为它一定走ABC的话 我一定至少是减四 减二呢 就是符合交易的标准 我们得尊重规则 尊重市场 但是呢 就只见两层床 也就代表了还是看 大方向还是看涨 对吧 八层床还是看涨 然后呢 这个目前 当时也说了 这个顿化 形成结构 在规则里边呢 就是按结构 减仓的顿化消失就买回 好吧 这也没啥好说的 我的股票形成结构了 还在涨 为啥 这大盘不也形成顶部结构了吗 不也还在涨吗 你说为啥 哪那么多为啥 正常情况 好不好 走的很正常 走的很正常 而且呢 你看啊 这个 就是这两天的巨额成交 现在价格呢 打到这个位置啊 打到这个位置 就是第一天下一天 最低点的位置 也算是 开始接触到成交密集区 但是呢 这个就是他有勇气接触 就代表他还是不想套人的 当然了 你就近期不接触 后面也是要向上走的 后面也是要向上走的 向上的概率还是大概率啊 向上走的概率还是大概率 不会因为一波 是吧 连续的上涨 就整个行情没了 那不就变成了快牛卖熊了吗 是不是 假如说这个之前没有这个行情 之前没有这个长时间的 连续三年的若是作为铺垫 那这个地方可能要傻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长时间的熊市的铺垫 所以这个牛市不会太短 它有对称性的 熊市是三年了 21年初到24年初 今年年初 熊市是三年了 好不容易熬过来了 对 好不容易熬过来了 所以我们其实呢 就是尽量鼓励大家 就是长时间经常的满藏 是吧 原来呢 我们在熊市的鼎盛阶段 我们就空藏了三次 然后呢 底部的时候呢 来了底仓 但底仓呢 也确实折磨了一段时间 但是也算终于熬过来了 熬过来来讲呢 在牛市的过程中 要尽量的满藏 就是你捡没有关系啊 你防一下 防一下之后 它不对不对 就再满回来 满藏防 然后再满藏 该防防 该满藏满藏 是吧 该防防 该满藏满藏 四千年会减藏吗 跟点位没有关系 能理解吗 你比方说 这一波我们看3300点 是中段性 或者是说 改幅中段的这个高位 那前面我们都不减 那前面也到3300了 我们不减 后来一次减藏 是因为 它形成了60分钟的顶部结构 但是我们也 其实也不认为 这个地方是高点 如果是高点 我不说了吗 我就会减的多一些 那只减两层藏 那大家还不明白吗 就是我无法判定这个地方就是高点 但是呢 它确实是符合这个减藏的标准 距离趋势也比较近 然后走A A下跌 那就是10月8号到10月18号 A下跌跌8天 速度比较快 然后10月8号到60分钟顶部结构形成的时候 速度是比较慢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 那么如果要走ABC呢 那C的下跌会低于10月18号的这个地点 C的下跌 那么这个如果是三角形 那就是10月18号的地点附近 一个是地域 一个是附近 所以呢 这个理论上来讲呢 我们应该是减一点 我觉得减两层藏挺合适的 挺合适的 所以那两层藏现在就就影响不大嘛 对吧 那么这个昨天航行这个一上升之后呢 这个它走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吧 但是前面四天的速度也不会快了 当时也知道这个速度不会快了 然后呢 这个昨天的行情长出来之后 我们说就不确定这个地方是调整周期 还是上升周期了 今天这个行情走完之后 就直接判定是上升周期了 上升周期了 但是像上来讲呢 就是说10月8号 它是以收盖价格为准 所以日线的动化量化标准呢 是3480 实际上就是3479点几啊 79.8呢 我们就算3480吧 3480 现在目前3386差100个点 就是再往上涨100个点 日线就动化 再往上涨100个点 日线就动化 但是呢 就是说它动化得看在什么时候 假如说是在明年1月初 日线的动化 我们就要重视 因为它时间完成对称了 现在你就去这个地方 行事日线动化 我也不判断它是大高点 还是上上过程中 调一调还会继续涨 能理解吗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咱们就踏踏实实的 踏踏实实的 能排出ABC的C不 哪个ABC 从哪算A 从哪算B 从哪算C 也让我们满仓大涨吧 八成仓也行 非得满仓 不满仓 不极致 不快乐 八成仓不行吗 老师可以讲一下其他指数吗 明天吧 今天就不讲了 今天没做图 明天吧 明天给大家讲一讲多指数 每个指数都讲一讲 但是还是要以上的指数为准 它作为标的指数 以上的指数为准 八成太少了 必须实实 滕海一九 你怎么又出来了你 能把天撩死的男人 那你的意思就是 八成太少了 八点二成是 也比较少 八点四成是 很少 然后八点六成是 相当少 九成是 还可以 是吧 你分得这么细吗 从八到十 给这么细分了呗 起背杠杆干 我的妈呀 老师牛十七点 今年2月5号 上场26个月 26年三月就到了 不会到26年年底 我说过26年年底了吗 我甚至不去看26年的事 25年还没到呢 我考虑26年的事 是谁跟你说的26年年底 谁跟你说的 我连 我不会考虑那么远的事 爷叔叔 那你问他去啊 对不对 那你问他去 咱们吧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啊 今天吧 明天研究明白 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靠谱的 好吧 你往后 你比方说明年的事 完全不如 你看下一分钟 市场要怎么走 这之前 我现在是 不做那个盘口分析了 原来这个 大家都记得吗 我这个一分钟低点 一分钟高点 五分钟低点 五分钟高点 我写了那本书 叫盘口 那你按照这本书来讲 你判断下一分钟 要怎么走 其实要比 判断下一分钟 要怎么走 其实要比 判断 但是你判断下一分钟走 它交易当中 不如判断明天重要 就是一分钟 它的走势 判断起来更容易 但是它不重要 所以我们把明天研究明白 比下个月 比下周 比明年 要靠谱多了 好吧 你像这个昨天 对吧 昨天我们就 大概率排除 它走ABC了 前天也是 但是你这个 60分钟结构形成的时候 你是不能排除ABC的 一浪跌8天 二浪反弹7天 8和7的对称性也够 速度呢 一个比方说 乘45度角 另一个呢 是15度角 速度上有较大差异 大隔呢 距离趋势也比较近 又有顶部结构 所以是要防的 但是防的之后呢 我们是不知道行间怎么走的 对吧 但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有个小高点 好了 该防防 然后走运行个三四天 哎 市场不怎么跌 那代表什么 走ABC的概率就大幅降低了 当时就说ABC的概率大幅降低了 那他会不会走这个收敛三角形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然后昨天走出来之后 那调整里边有ABC和收敛三角形 那么昨天这个大压线一起 也不算大压线吧 小压线一起 我们就认为呢 他是不是调整周期都不好说了 对吧 今天就直接否定调整周期了 就是这么个事吗 那不就是一步一步来的吗 前天看昨天 昨天看今天 今天看明天 明天看后天 是不是 是这逻辑吧 所以这个更靠谱一点 你要说明年后年的事 那会有一个大概的 但是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 我们说大概的 你说的越远 它的概率优势就越不明显 好吧 因此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也别想太远的事 就是说我要是能考虑到 2025年就算不错了 我不会考虑2026年的事 是吧 你假如说 从三浪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可能会看 上升周期到明年的1月份 从三浪的角度 那目前来讲呢 应该是三浪的初中期 之前呢 我们像前一天 我们就直接说是初期 对吧 连初中期都没到 初期 20多个交易人 因为一浪63 二浪80多 那么前一天 涨了一个 二十多个交易人的时候 那就是说 他只是初期 现在算是初中期 都没到中期 所以我们就 刚才说的什么 26年年底的事 25年还没开始了 你考虑个26年年底的事了 老师一定会考虑26年 只是不说 那别人你真是个 我最多就考虑一下 2025年 我不会考虑2026年的 我非纳脑细胞呢 2025年 假如说很怪异的走势 整个就影响到2026年 我2025年年底的时候 再想2026年的事不行吗 我操那个心干嘛 对不对 对 会有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对不对 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老师明天喊一声啊 这么多年 哪一天不喊 哪一次错过了 哪一次没给明确 简单 直接的信号 哪一次 大家是不是在学院区里 就少操心 是吧 你说甭管我们做的 对也好 错也好 咱从来没有说是 让你猜去 不让你猜 明确简单 直接报理 明年算是一过 6月24的概率大吗 不知道 路得一步一步走 你就走好 现在的路就行了 真是挺爱操心的 是吧 但是呢 我只能说 6月24呢 不会是中国股市最高点 远着了 比6月24要高出很多 开始什么时候不知道 大的方向就是向上的 是吧 底仓也没说 非得0到26年 搞不好留到30年 好吧 这个底仓 你将来不会后悔的 但是你可能现在还不理解 这个意思意义是什么 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 比方说你有50块钱买的 可不可乐 够你吹一杯子牛了 够你吹一杯子牛了 是吧 对 今天去解决明天 没必要想太远的事 你看我写的是 明天操作策略 明日操作策略 对吧 我咋不写 下周操作策略 明年操作策略 没意义 没意义啊 路要一步一步走 路要一步一步走 然后呢 大家也不要因为 对吧 100个人 注意啊 你去分析啊 你比方说你在抖音 或者是在今日头条 看了100个证券分析师 或者是老师 他的交易的建议 然后你就发现呢 有个别的老师就特别厉害 特别准 是吧 但是我告诉大家 他有可能是这样一回事 就是不准的 你没记住 准的他在你的记忆里 重复了一遍 重复了一遍 他就容易被你记住 人的记忆是遵循遗忘规律的 好吗 所以呢 我之前跟咱们学员讲过一个 关于算命的故事 是吧 比方说你说你这个 就是类似于你的财在南方 在你就是你得去南边去找财去 你用四个方向 你还觉得 四个方向 他说在哪边 我去了哪边 真赚钱了 这个人真烈 让你去北面 那个你没记住 好吗 也可能有人跟你说 你财在北面 但是你这个事 过去就忘了 就没记住 所以尤其是特别小种的 特别小概率的事情 比方说1%才出现的事情 然后他跟你说 类似于你按1%这个方向走 刚好他就出现这1%了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人神的不行了 一样 没出现的你也没记住 仅此而已 所以呢 当你发现一个小概率的事情 这个 呃 他出现了 记忆被重复之后 你可能对他的期待是很高的 这个时候呢 因为从数学的角度 下一个小概率 很难再同时出现 你就说一个高人也好 一个什么人也好 他下次再出现 十分精准的 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 因为他靠小概率事件 来吸引眼球的 所以呢 当他 当你有一天 特别崇拜他的时候 当他不准的时候 你就觉得信仰崩塌 是吧 我说 我 我跟咱们学院说过 我说 塌房了 你们还记得吗 这个我经常说这个事 是吧 塌房了 因为 我对他本来是挺崇拜的 是吧 我崇拜了好多人 然后他突然塌房了 你像我比较崇拜的产品 产品经理里面 不就有罗永浩吗 然后 对吧 那就 然后就发现了 他做一个企业 还一个企业 做一个企业 还一个企业 然后你像这个金融领域 我曾经还比较崇拜萧总 拥有了七张金融牌照 在民营企业里当中 拥有七张金融牌照的 全国只有他一个人 这会儿 是吧 打房了 有好多 是吧 好多 所以呢 这个证券分析也是 平平淡淡才是这样 只有我们说 这个能够做到优秀 不是因为我们的预判 预测有多牛 而是因为我们极其理性 客观 以及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 坚守交易纪律 有一套交易的标准 并严格按照标准执行 做到别人做不到的 才能够做到优秀 仅此而已 我的这套标准 做不到顶尖 完全无法做到顶尖 我十分确信 并且我非常坦然的 跟咱们学员聊过好多次 我说做不到顶尖 但是能赚钱 能赚钱 可能赚不了太多 但是呢 它是靠谱了 你可能留在一圈 追求过很多个梦想 然后你会发现 学员区里是有这种踏实感的 好吧 不多讲了 就超时了 16.07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